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现在智慧手机毕宫之地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第二季以来 中国大陆的智慧型手机的市占排名 第一名是仍然是Samsung 17.6% 第二名已经是中国大陆自由的品牌联想12.3% 第三个是叫雨龙酷派 也都是大陆当地的品牌 然后中兴华为小米苹果派在第七名 其中盘在苹果前面的小米 他是谁呢 最近习近平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 来到了北京附近的科学园区 称之为叫做中关区 告诉他们整个中国大陆的政府本身 自己脑袋要跟进 要有更多的关于高科技的创新概念 而他特别要求他们建一位讲师 在整个政治局委员的学习过程 在领导的带领之下 其中的这位讲师就是小米级的创新人物 叫做雷军 雷军现在在大陆名气很大了 前一阵子他来台湾的时候 愿意访问他的人还为那么多 当时文件事业周报对他进行了专榜 雷军他开创了小米机 这里头小米机甚至是一种风潮 在美国有所谓的Apple的风潮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叫Mui Mui就是小米机的手机的网路服务 让我们来看一下雷军这位创新人物 最近华尔街中文版更是把他选为年度创新人物 小米第三代新机发表 雷军以招牌的T恤加牛仔裤现身 或许你看到苹果贾博士的影子 但雷军说贾博士太伟大了 模仿不来 他只想学习贾博士的创新 手机这个行业水深火热 这个我一进去人家就说 哎呦这个死了好多波 小米开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雷军有感觉 亮出第三代小米机的价格 米粉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本周雷军获得了华尔街日报的 中国创新人物奖 理由是雷军用互联网开创手机行销的 全新商业模式 没有通路不打广告 只靠网路卖手机 雷军算是全球第一人 而他在接受文件的 世界周报专访时说 这所有的光环和他创业之初 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我在创办小米之前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硬件产品 怎么说服一群人跟我创业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说服我们是经常干 但是干得这么辛苦还是第一回 尤其是相信一个 从来没有做过手机的人做手机 所以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找了中国Google前十个工程师 没有一个人 43岁的雷军是古北人 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94年加入大陆最大的金山软件 软体业之力超过20年 而他也是著名的天使投资者 转投资的电子商务卓越网 2007年被美国亚马逊并购赚了一笔 而广受大陆年轻族群喜爱的凡客成品 也是他一手催生 雷军身价至少超过一亿美元 才不获之年的科技新贵 大可尽情享受人生 但他还有一个梦想 自己创业 我说我在做小米的时候 我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硬件 我从来没有做过手机 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 有人相信我能把它做好 我说这样没关系 我跟我的伙伴说没关系 如果轮不到钱 我全自己投 我愿意投一亿美金 对 我愿意为我的梦想买单 一亿美金 好贵的梦 但这疯狂的计划 让男员工愿意拿出家当 女员工拿出嫁装追随 更吸引了国际创投注资 三年前 40岁的雷军创立了小米科技 而他要做手机的梦 还源自于他对手机软体的不满 我以前是诺基亚的用户 我特别喜欢诺基亚 可是我做手机 我做软件的 我对诺基亚的系统 有很多很多的建议 尤其我也认识他们不少的高管 我跟他们提意见 他们说是对 但是他们改不了 公元2010年8月16日 深度定制的安卓手机系统 米油爱诞生 因此 庄业第一年雷军不做手机 而是推出基于大陆人 手机使用习惯 更改Android系统的 手机服务平台 米UI 并同时创建米疗即时通讯 里头的米疗论坛 可以让米UI用户 随时反映手机软体的 使用意见 他们可能下载了我们的 使用我们的米UI 他们会觉得 这个功能我觉得很好 你们要不要加上去 或者说 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 有点问题 能不能调整 这样会更好 因为传动手机厂商 可能就是说 我做一个东西 我要过半年 或者说一年来 再更新 然后用户就只能 在这边一直傻等着 然后请问什么时候出 出了以后 我就更新就好了 但我不会 米疗论坛上 每一个抱怨都会有人回复 每个星期五 小米会根据客户意见 修改软体 让使用者更新 他们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语言的版本 他们帮我们适配各种机器 写程序去适配 他们帮我们提意见 他们帮我们做主题 其实我这主题开放了 你爱怎么整怎么整 我们其实都把它做成开放系统了 这个他们最后整了 一万种混搭方案 怎么东西配 怎么好看 很多设计是在里面的 其实我们就弄成了一个 大家一起玩的地方 祝小米生日快乐 事实上 米UI刚推出一周 只有一百个人使用 小米说服他们把手上 各品牌手机重灌米UI 这客制化的手机软体 在网上论坛口耳相传 一年之间全球累积250万用户 在17个国家成立米粉网站 各国米粉把米UI改写成 25个不同语言的系统版本 这成了小米机 能横空出世的基本盘 我们做手机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首先是在别人的手机上 做我们的系统 当然系统已经很有名了 我们在找硬件工程师 在做硬件 当然我们刚开始做硬件的时候 供应商也不看好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去找 红海 红海不理我们的 但是英华达理我们的 所以我对英华达很感激 当然郭董也讲说 你们这一个小公司来找我们富士康 我们富士康是吧 我们富士康这个 除非是没生意了才会接小公司的货 2011年年底 第一代小米机推出 半天时间网上订购30万台 原本不想接代工订单的郭台铭 今年年初拜访雷军 一谈就是19个小时 富士康抢下第二代小米机的订单 而这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仅靠经营米粉在网上的口碑行销 小米一战成名 没有实体通路 没有广告投放 成本就少了事成 与品牌大厂同样规格的小米机 价格硬是便宜一半 雷军也坦承卖手机并不赚钱 但互联网创新的商业模式 才是小米机的前景 因为PC逐渐被智能手机取代 雷军绑紧客户 把手机打造成网路购物的新兴通路 现在小米掌握的迷外用户 已经超过1500万人 今年还要倍增 雷军正使用软体业的思维 改写手机产业的游戏规则